现在退休了 我还不能享受享受生活吗 这一退休 他也不招家了 家里有什么活动都不如他在外面活动重要 他天天跟我背地里搞小动作 处处针对我 连着家里人一起孤立我 我自己有点爱好 有错吗 他现在大事小事也不和我商量了 每天心事都不在家里 这还叫过日子吗 有请这对老夫妻 有请 董先生61岁 来自吉林退休 有请董先生 有请 严女士58岁 来自吉林退休 有请严女士 有请 欢迎老妹 你好 我刚才用了一对老夫妻 不是说年龄老 这结婚30多年了 对吧 对 我是指婚龄老 30多年不是磨得透透的了吗 还来我们家干嘛呀 我要来对他有意见和想法 提 主要是说退休 想起我想的退休能够想想幸福 想想天人之乐 带着孙子 我没常想到退休比上班还累 为啥 这一年来的家伙从洗衣做饭 收拾家务 买菜送孙子都是我的事情 他现在在外面玩得太疯狂 比如说太极悬 太极剑 民主舞 演戏曲 金黄酒 人家不负 你这不也就退休这不到二年吗 刚退休半年的时候你不是玩得挺嗨吗 钓鱼摸虾 下象棋 钓鱼的时候都三四天不回家 不因为你那么玩得嗨 我能这样啊 我这三十多年为这个家 辛辛苦苦的 我容易啊 为了你 我和孩子 我把我的兴趣爱好都撇在一边 你容易不容易 我玩儿有时候赏的 我就那头三十个月 现在这一年多钟都是我干的 再者说 太极悬 太极剑 你买几套衣服 民主舞 你买几套衣服 人家可以租 你就得买 另外在这花销的问题上 还给人别人买鞋 到现在有的钱还没付上 这属实吧 我买戏服 我又不是天天买 租物也得花钱吗 买回来 我哥在家里 我也可以欣赏 我也能穿 你穿几回呀 那干啥就得像啥 再者说了 我为姐妹买点鞋 人家给我回不老家的时候 为我买盒饭 那互相的 那姐妹之间 有情有义的 那算个什么呀 跟孩子定十一以后 上云南去旅游去 机票 酒店都订好了 我还到十一了 头两天说有事儿的 参加那个什么人 去乒乓球比赛去 她的机票瞎了 这些人也得去呀 媳妇 家 孙女 我们四个去的 能高兴吗 我就得同意你们高兴 你们乐和 我三十多年为这个家 我把我的兴趣爱好都撇在了一边 为了你们 我什么都可以忍受 现在我退休了 我自己我就不能 玩得我喜欢我爱好的东西吗 再者说那是乒乓球比赛 不是说平时练习我不去 单打我可以不参加 那双打是团体的三个人 我一个人我不参加 那两个人就参加不了了吗 那个他跟你没关系 他后改的 他十一以后的事儿突然提前了 提前了 你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也是临时改动的 那你说我能不愿意在家里边 团团圆圆的一起出去乐呵吗 这不是赶上特殊情况吗 这是个事儿吧 另外接孙总是我接 有一次我告诉他 我说我有事儿 头两天就告诉他 打他脱腿的 到那天他就给忘了 孩子呢 听我说啊 又员老师打电话 我有事儿啊 我招你忙忙去了 孩子还憋着憋着哭着 回家到家还憋着哭着 那不就那一次吗 一共几次 就这一次告诉你的 你还忘了 你还说什么 那不也是特殊情况吗 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你心没在 另外孩子你说那天就想吃饺的 你非得要买两包 对不起 你平时都告诉我说 少给外面买那个带馅的 物美上这木的 那这回你就非得要买带馅的 我这那一段不排练也是忙嘛 再者说了 一个孩子想吃就得跟他不做呀 灌子都没完没了的 那不叫灌子 孩子要求也是正常的 我能问两句了吗 可以问主持人 听到是听到了一些端倪 等于现在您的这个兴趣爱好 已经成了生活的最主要的了 您就会觉得负担很重 您是想让他重新回归家庭 是这意思吗 也不是完全回归家庭 你在玩得开心快乐的时候 你也得够够家 那您就没想先折给他往回拉呀 主持人我跟您说 他背后里边搞阴谋轨迹搞破坏 啥意思 有一次我那个团队里边新来了两个姐姐 要让我教他剑到公园 我一拔剑 剑蛇了 他给我弄了个尴尬呀 你看大伙都嘲笑我 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我那心里该有多难笑 对呀 剑蛇你怪人 那哪是几岁的孩子所能做的呀 那长蛇的呀 也是为了你好 你越是这样 我就越恨你 你知道不 我都这个年龄了 我还能参加几次比赛呀 有一次我们那个中老年 广场舞蹈比赛 哎呀 气得不行了 没事 慢慢说 参加比赛怎么了 他是给您裙子又剪了 这么些年 他从来都没有跟我俩早起来 我就那天早上 他跟我俩一起起来的 起来他就跟我俩抢卫生剑 这最后一路就过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股东 孩子 孤立我 有一天我回来稍晚了一点 我孙女说的 奶奶呀 你再回来这么晚 你就别回来了 并且两个人挤没弄眼的 又鸡掌 又拍巴掌的 你说这话呀 都不在理 那小孩是教的吗 我问问你 你有没有这事 早晨起早走了 晚间呢 死了点钟回来了 排睡了 早晨就六点钟就起 联系那么两三天 这事有吧 另外上云南去 你不去 他能乐呵不 也五六岁了吧 能乐呵不 让你接吃你给忘了 有没有这事吧 你承认不承认呢 所以又翻回去了 我就不能寻求我自己的 兴趣和爱好吗 能寻求 不急不急 慢慢说 慢慢说 这还发生了什么事 完了之后 那天晚上我回来一看 这也不对劲啊 我看这这都行李啥的 也 哎呀 这都装不好了 我这一问 我这又是干什么去啊 你知道又要出去旅游去 这大人孩子都不跟我说一声 就好像我在这个家 都不存在似的 这事提前两三周告诉你了 你两三周告诉我那时候 我没有时间 听我说完了主持人 不是说是去多远 就搁外面住一宿 这点烧烤 哎 就这么去 头两周不也都告你了吗 你也答案了吗 说等着看看 到那家生 儿子说别答案了 严同事都都定好了 咱也不能再改了 咱去吧 我妈能去就去 不去就拉倒 那让人说不告 提前跟我说那时候 我确实没有时间 但是这几天 我确实我有时间了 但你们也没跟我说呀 哈哈哈哈 你也没出什么多远的地方 那你有时间就跟走呗 就说这个事情 你作为男子大丈夫 你就不应该这么做 这个家好像有我都没 我都可以 就这个事没跟你商量 你没跟别人商量 事大多了 一个家过日经济开出 是不是得经哪计算 你自己就外面做出 不长时间的事 自己跟别人看房去 看着看着就交了 两万块钱定金 你说这事不应该 跟大家商量商量吗 买房啊 买房又是有原因的 头一段 我那些姐妹来我家吃饭的时候 你说你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我在姐妹家吃饭 我的人家都是满面笑容 那茶水也到了 谁也给气了 还散啥脸着呢 因为买这个房子 我也有事令我想法 有 距离产生美 这样的话 我跟我姐妹在一起 喝喝茶聊聊天 聚一聚也有个去处 再者说了 我买房子 带不进棺材里边 我买那个房子也比较便宜 我给孩子留下了怎么的了 钱花在我自己身上了吗 这不是一个家过日 不是说你带不带棺材 那我带棺材 那就是意思 就是说你应不应该商量 告诉我一声 跟你们商量也商量不通 这次听明白了 这是因为买了房了 你再也坐不住了 是吧 我说今天来 我就是说主要一点 你玩的开心快乐 我高兴我支持 你在玩开心快乐的同时 你应该帮家里吧 是吧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家里有啥活动 你应该集主动参加 第三个 就是大小兴 你在外面 应该告诉你 是不是 咱们这么把年纪了 四十来年 你没少为家付出 这我认可 就是说目前上 咱们就应该过一个 和平安稳的家庭生活 我就知读 就是乐观 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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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么打也不是个事啊 这怎么平衡呢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妈也是三十多年 婚姻生活当中 完全一心一味 家庭付出 我现在特别担心我爸 我爸要经历这样的生活 有点可怜 因为我发现 已经有点开始要 你妈已经有这个苗头了 对 当然就是我相信呀 您确实在前三十年 受的苦 受的累 操的心很多很多 但咱不能打击抱负吧 凡事都有度嘛 我们在鼓励 去找到自己的生活 和兴趣爱好的时候 其实家人的感受 也很重要 我相信在您前三十年 操持家庭生活的时候 如果您一心一意 在家里面这边忙得热火朝天 那边是两耳不闻窗外 是两手一摊的不作为 您心里肯定也不好受吧 然后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所以现在这情况 就颠倒过来了 因为您操持过家 所以您很能理解 在家里面操持这一大家子事 是有多么的繁重 每个人的感受都要顾虑到 更何况现在是三代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在于您买房子这个问题 您想着说 哎呀 这房子不是为我自己的 我是给孩子们留的 这将来都是孩子们 没错 可是毕竟您才六十岁啊 那也就意味着 您有了这个房子之后 是不是要从这个大家庭当中 搬出来到这个小房子呢 现在买了房子 说的是 我就是为了跟姐妹小聚 那以后只要一吵架 一有矛盾 您就躲到这个房子 日积月累 日久天长 那您就慢慢从这个大房子里面 脱离出来 如果 他在外面 有一个房子 你会怎么想 有的时候 我爸我妈吵架 我就劝一句 我说都这个年纪了 就互相想一想彼此 这事换一个 换到他的身上 这句话很老 很陈旧 但是你仔细地静下心来想 能敲很多的心头气和怨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每一个人都会有瑕疵 但是对方愿意包容我们的瑕疵 我们不能就此把瑕疵放大 你既然包容了我一 你就得包容我二 继续纵容下去 我觉得这个房子的问题真的是要慎重 您是自己一个人开心了 那这一大家子人怎么办呢 我相信您一个人幸福了 全家人都开心 但不能把您一个人的幸福 建立在全家人的痛苦之上 谢谢 谢谢莎娜老师 来 吴老师 还有一个词啊 叫报复性补偿 什么叫报复性补偿呢 打比方说我减肥 我饿了两天 饿得不行不行的 这个时候带我去一个饭店 给我一本菜单 我能点半本你知道吗 这叫报复性补偿 米娜老师频频点头 说我经常这样 我饿极了 我吃得太饿了 我必须今天吃个够本 您现在就有一点这个苗头 就是因为你放弃了太多东西 今天终于让我逮着机会了 我可得把所有事情一下子给 全部来玩一遍 所以你看 跳舞啊 舞剑啊 太极拳啊 乒乓球啊 运动啊 七七八八所有事情 就但凡您这个年纪能参加的 你全参加了 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报复性的补偿 对于你来说 或者对于你们家人来说 其实都会称快 它不是你真正所需要的 其实你弥补的是什么 弥补的是你以前那些抱怨 所以我的意见是这样的 就是您退休 去玩那个东西 我特别支持 你玩得过来吗 那些东西对你的身体 对你健康 对你时间有损害吗 对你的整个情感有损害吗 那么多的社交关系 那么多的人际关系 对你来说真的不是烦恼吗 你刚刚说 我一个个打败他们 终于战斗C位 这种心态对吗 第二个 我一直以来保持一个观点 一个人无论是工作也好 还是爱好也好 永远不能突破亲情的底线 刚才您说别的话都没有问题 一句话我听了不舒服 他说孙女儿要吃饭 您说他想吃我就给他做吗 不能惯着他 我觉得这话也能 吃饭真不是一个天大的 惯着人家的一个焦纵的一个事情 你不能对他的抱怨 落到别的情人头上 爱好是不能突破亲情的底线 否则这个爱好到最后就是 无人喝彩的自娱自乐 对您的问题 您最大问题是什么 就是您今天站在舞台上 说的所有话都有道理 一件事情你没道理 您没有感恩之心 您讲最多话是什么 跟我说不着 人难道你就不用照顾家里吗 我不管 过去那三十年 人又要上班又在家里面 照顾您和孩子 白瞎的吗 儿子多大了呀 三十 儿子三十多了 孙女也挺大了 都他一手拉扯大的 白瞎的吗 干了三十多年那么辛苦 这会儿我出去玩一会儿 是不是应该的 他那个突破亲情底线 那个我刚说他了 是不对 但是他出去玩这件事情 是不是您应该为他叫好 是不是您应该说 对老伴 您辛苦了 出去玩吧 今天饭我做了 您回来吃就行了 是不是应该这样 所以我对您就一个要求 这是老年人之间 我们要学会相互独立 相互要有理解和努力 去看看他跳舞 去看看他打乒乓球 看看他舞剑 为他鼓个掌 行吗 是这样 好 谢谢陆琦老师 张老师 我特别能够理解刚才 颜女士那句话的 话外之音 他不是不想给孙女 做那顿饭 而是他这过去的三十七年 一直家庭 是他好像永远无法摆脱的 一个负担 伺候完老公 伺候儿子 伺候完儿子 还要伺候孙女 现在你自己也到了这把年纪 也有很多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也想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而且老头 他不仅不支持我 还天天给我添乱 是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是要挺您的 从来没有哪条法律规定 家务活 就应该是女人做 恰恰相反 夫妻应当互相尊重 互相关爱 夫妻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 应当是平等的 而且 这位妻子 已经默默地付出了三十七年 董先生 我觉得您真的像刚才陆老师说的一样 去多去体谅 都去感恩你的太太 现在退休了 您也退休了 终于有人可以来接下手了 人家去发展一点自己的兴趣爱好 有什么不对呢 您不仅不应该在背后使坏 把人见给穴舌了 把人那什么时间给耽误了 让人参加不了比赛 您应该去做他的忠实粉丝 跟他一起去 跟他一起学 给他叫好 给他加油 这才是一个丈夫该做的事情 当然了 咱们这位严女士 您也犯了一个货物 就是买那房子 从法律上来讲 你买那房子 得跟老伴商量 因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在期间 所取得的财产 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处分 是要达成一致才可以处分的 这叫平等的处分权 您说您没跟他商量 擅自做主 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 为了逃离那个 让您觉得 好像是无期徒刑的 做不完家务的那样一个家庭 擅自动用夫妻共同财产 买了一套房子 这事绝对不合适 也侵犯了人家 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共有权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两位风风雨雨 一路走来 37年 疏为不易 希望两位到了这把年纪 能够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 多一些陪伴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宁娜老师 其实严女士不是一早就 自己跑出去玩 把家庭放在一边的 不是 在退休的最初的几年 您希望的是 和她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所以可能很多老师在说 您在追求个人爱好的时候 忘记了这一趴就是 她起初先忙着钓鱼 忙着自己打麻将 把您落在家里 又是一个人面对家务活 无聊 独守空房 等等 这一切 才会使您觉得 我既然在家里找不到 那个跟我一起玩的人 那我出去跟小伙伴们 发展我的兴趣爱好吧 如果一早的时候 您就愿意陪太太旅旅游 愿意跟她一起到楼下健身 跳跳广场舞 可能她的舞伴是您 可能她跳的不是广场舞了 是跟您一起跳拉丁 跳什么别的 如果一早的时候 钓鱼的时候 您拉着她坐在您身边 可能你们两个人都是钓鱼高手 在最早的时候 您选择又让她待在家里 自己去发展兴趣爱好 可能您的兴趣爱好 发展不通了 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 导致您回来了 您回来了 又希望她能够 步调一致陪在您身边 我觉得您想多了 要求的太多了 这37年来 您要的都太多了 其实我特别理解了阎女士 我也特别理解 阎女士这个时候的 所有的情绪反应 当您丈夫在说 您去买这些衣服 您在买练剑的 练太极的时候 我就在算 如果前37年 您不是为了家庭 为了工作在忙 而有时间发展业余爱好的话 您可能也用掉了 37套练功服 37套舞蹈服 37把剑 对吧 现在她买了这么多吗 并没有 她可能就买了 四五套练功服 四五套舞蹈服来作为自己 对于错失的那37年的补偿 这有问题吗 假如前37年里头 她都忙着在发展 个人兴趣爱好的话 那么您的家庭 怎么能够这么完整 您的事业 怎么能够达到 您自己所满意的 这样的一个地步 当您说 家庭活动 所有的人必须得参与 不可以因为个人兴趣爱好 而把家庭活动 放在第二位的时候 我就想问这两位了 你们当初真的没有因为工作 或者工作组织的活动 而把家庭扔到后头吗 有吧 在扔家庭的时候 你们的理由是 因为工作重要 工作第一 对吗 所以当你们退休了以后 你们的人生 当她给自己找到了新的乐趣 她把她的跳舞 当成了一项事业来做的时候 她又按照过去的一些想法 工作放在第一位 怎么就又错了呢 我们现在老实说 现代女性苦 又要带孩子 又要忙工作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妈妈 这一辈挺苦的 因为她们才是 又得闲凉书的照顾家庭 又要求你们妇女 能顶半边天 不要做家庭妇女 你们才是真的是 又得平衡婆媳关系 自己是媳妇嘛 又得照顾小的 又得忙工作 还得面对一个 大男子主义的丈夫 然后等你们 稍微熬出头了 好吗 自己的孩子 对 又开始 有了孩子 自己要忙工作 又开始带孙子 真的是很辛苦 而且你们确实是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你们没有办法 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太忙 对对对 现在你有了时间 有了志趣相投的小伙伴 也能够在这一种 群体活动里头 找到自己的位置 感觉自己是被需要的 而不是老是那个老妈子 对吗 对 您觉得有活力了 所以这一切 我觉得都是非常能理解的 而您为什么一定要要求 他只能在全家人快乐之后 才配快乐 为什么只能在 您觉得快乐之后 才能争取自己的快乐 您把太多的事情都认为 理所应当 老婆第一时间得出现 第一时间得给我做早饭 第一时间得给孙子做饭 第一时间得给孙子接送 第一时间得对家庭奉献 凭什么呀 这个家他没挣钱吗 都养成习惯了 对了 所以是您得告别 您的舒适圈了 您得尊重 他真的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他现在想躲开这个家 他真的不是因为 觉得外边的世界精彩 而是因为 觉得家里的世界 他压抑 只要你让他在家里不压抑 他就不会觉得 外边的世界有那么精彩 必须得跟小姐妹到外玩了 他奉献37年了 请给他快乐的权利 不要让他的快乐建立在 你先快乐的基础上 才配快乐 好吗 是不容易 老师们都说你不容易 我就不再说了 那倒回头来想一想 他错了 他没尊重您 您有尊重他吗 我觉得如果实在不行 就搞约定嘛 就跟上班一样嘛 排班嘛 两位 实在达不成要一起去看西洋 那就排排班嘛 先磨合试一下 所以我觉得可能退休之后 对于每个人来说 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 想幸福的家庭来说 实际是一次重新上岗 而不是退休 这个大概比年轻时候 找工作还难呢 三十多年了 彼此知道秉性在哪 知道对方哪些改不掉 但是又让我退让 我凭什么退让啊 这比那个更难 您琢磨琢磨 您也别急了 也琢磨琢磨 一起进入真情六成 老婆三十多年 你的辛苦 我是记得心里的 我希望你在玩得 开心快乐的同时 能想想家 咱们过一个正常家庭的生活 我就自足了 劳友所乐 也是我追求和向往的 头三十年 我为家退休之后 我也想找回我的兴趣和爱好 也圆我兴趣爱好这个梦 我也希望你能和家人 能理解 多包容和支持我 如果您把我的兴趣和爱好 都抹杀了 我也可能 要考虑考虑 我一定支持你 当然你得考虑考虑 不过家也 好不好 谢谢两位请回吧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看看这对夫妻 做何选择 请开门 您出来几个意思 没什么几个意思 就是还是保持这样 还是要有所调整 能站在这里 那还是说的 行了 我多于问 人家都说了 能站在这就是那什么 我再问 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这对老夫妻 老伴的浪漫时刻 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